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高达老母,welcome back to Gundam 老母,欢迎回到高达老母 做了几天直播的时候,就单抽半价,抽到这部2星450COS的渣古机械型 实战之前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机体setting 最后我的setting就是这样的了 而快速键就是因应我想用三个打停武器去做一个combo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排列去set 而这样的setting的目的就是为了很快的拿到武器做到一个1,2,3,4,5的combo 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要留意,它那个闪光弹呢 因为投窄的时候需要时间,会比较难做combo 但是它是可以在很多敌人的时候发挥到作用,一次过整停他们 好,开始实战了 看开我的朋友都知道了,我喜欢拿着两把刀,不断向前冲 不过这个渣古的玩法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有三样的打停武器 另外闪光弹或者这个枪,就当半样加半样 即是4样的打停武器 打法已经很不一样了 大家见到2号这部坦坦,很惨的 可以制造到一个机会给我打停呢 那我就可以用火桶和铁飞蛋做到一个combo 出来的伤害都相当爽的 尤其是在混战的时候呢 因为它那个射击武器多,就不用走到这么迷 那么危险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武器崩出来的时间呢 要长一点 这件事都帮到我可以和敌人保持一个距离 好,搞定完这只Pair Rider之后呢 见到另一部机已经走路了 想着我去追那只支援机 可能因为我平时用开突击机 所以我见到支援机我就会追 但是这只呢就advantage,很异形 保持到一个距离 但是很有趣的 那个火桶就打到尾下 不过不要紧要 因为打停的武器够多 这里就跟它捏了一阵 避开它的攻击呢 就可以用几个火桶慢慢射停它 用斗枪射停它又可以 这样就可以落下两下刀 但是又不中 幸好呢,还有一个射胶可以用 远距离来都可以用一个密集的狗 去帮助队友打停 然后再落下攻击 两下打停,这下第二下是扣了 幸好它滚过了 不过它避不了第三下 这部机也是相当不错的 它打停真的十分之多 可以保护到自己 至于起码 我右边也有个队友 应该是高空支援 还是怎样的 但是我看到他不太射 所以就要向后退 跟我其他队友回合先 这里其实都已经锁定了 下面有两个 刚巧遇到刀 拆了刀 扎行马 我当然是 走去射它 但是不然 踏完它之后 就在我后面 那不不重要 我这边都很忙 帮队友打停 和打停我队友之后 大家就可以继续射了 我后面的支援机 是在糾纏 那不不重要 那我照同这一只 突击机 跳帕武 转换武器 走掉了 不重要的 我们现在是做2对1 空中做追加动作 但是又 高度不够 不重要 同半都好齊人 我连续收到两只头 那算是非常不错 那我能源就没了一半 那不如就 哎呀 我以为后面有敌人 但是原来是 他那些刀 發了 下去我那里 那其实就想 趁这个时间 去保保囊圆 那捱到3分钟 不错 不过 但是敌人 就出得挺快 那帮了一只4号 先 那看到 都搞定了 其实 揮起了脚 那我可以抹尸 拿起火筒 打停完之后 再打停 哈哈哈 都挺可憐 那看到桥上面 就有个敌人 那很不幸 这个4号 就 擋了 不得落 不得落 刀 不得落什么 唯有转一转 目标 就打回这一只 其實是Vantage 就逼到他出这个 急回 但是呢 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我斬不通 他 他又刀不通 我不中 陰功 他想着落下格 但是 沒什麼用 那我又無力狀態 那再射他兩下 結果呢 我也是派膠 但是派膠又打他不停 那 幸好 真的 非常之好 就是 可以有整 3.5個打同 弄到他真是腳斷 慢慢砍他 都更來得及 那 那 回來呢 就幫回自己的同伴 那 這裡有整兩隻 那 那 這隻 支援機 那個拋撓呢 又不夠遠 那 真是他不幸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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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呢 那 那 那 我沒有一個同盤,不要緊,斗槍就斗爆它 現在支援機我也不怕,不過要搞定這隻疼的 劈應該是劈停它還是怎樣 唉,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遊戲的判定有時候我都不太明白 好啦,看看我能不能收頭收這支支援機 就這樣剩下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反應 最後,同盤收了他的頭 去幫幫這邊的朋友 兩個打停之後,可以去下刀 但都收不到 遠一點這隻都搞定了 回來再去照顧這隻 已經打斷了他的腳 應該是其中一炮很容易打斷敵人的腳 這也是這部機的特點 如果是有手榴彈就更好 不過其實這部機作為射擊機來說 已經是相當完美的了 剩下的分多鐘時間就唯有等 我打算躲起來 誰知道那個好位就被同盤霸佔了 見到這隻格吃格的敵人 我打算收他的頭 但不行 五隻都一次過出來了 那... 究竟打哪隻好呢 我右手邊都有些敵人 已經是推進陣了 可惜這個鐵條飛彈更蠢 打不停他 這隻呢 突擊機是很想覆唱的 那...我還是走啦 二打一 我的血這麼短 那... 打這隻積根也是有點困難的 無論如何 上面盯著我 下面4號就剛剛才到 說不及了 我還想著呢 我這部機可以捱到最後 結果呢 剩下二十幾秒 都是... 晚節不保 好啦... 真是去到... 這個遊戲的尾段 那就... 都完了 想著呢 可以射爆多一部 但是呢 唉... 早知我不跳下去 遠射它就算數了 那... 這一部機呢 就是... 第一次實戰的 其實真的第一次實戰的 我想著我要錄幾次才錄到的 那... 但是出來的... 的... result 呢 都是相當之不錯 那... 打了11萬啦 那... 都是小隊榜首啦 那... 最驚喜呢 是收到12個頭 但是最可惜呢 就是... 最後最後 就... 二十幾三十秒的時候死了 那...如果可以捱下去 就... 最好不過啦 分數來說呢 有四百幾 都是算不錯的啦 那... 那... 不知道大家就抽了這部機了 那... 如果是未抽呢 那... 都... 可以試一試的 那... 如果喜歡支援機呢 支援機都不錯的 那... 只剩一兩天的時間啦 那... 祝大家好運啦 喜歡這條影片呢 記得給個like 那... 還有可以comment 還有subscribe 那...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